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名遇难者都是中国公民 看到这个消息 真是让人心绪难以平静 令人肝肠寸断 2000年 英国曾经发生过 58个中国偷渡者死亡的多佛惨案 这是多佛惨案之后 又一起震惊世界的人口偷渡惨案 死亡者又是中国人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这些中国人藏身在一个 有制冷功能的集装箱内 39名中国人 都是在可怕的环境中 慢慢冻死的 英国首相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 并告诉外界 他正在定期关注事件的 进一步更新 英国的内政大臣也表示 对这一悲惨的事件 感到震惊和悲伤 在事发地英格兰的格雷斯市 当地政府为遇难的39名中国人 将半旗致癌 此外 联合国的秘书长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对该事件深表震惊和难过 向所有失去亲人的人们 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令人气愤的是 中共政府和领导人 至今都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尤其可耻的是 环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 就这个惨案 在微信上发了一个短文 内容是 英国的一辆火车里 经线39具尸体 警方证实 他们都是中国公民 太令人震惊和悲伤了 后续信息 还有待进一步补充 但是我想提醒 在英国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类似惊悚事件了 我不知道 这些事件之间 有没有英国社会治理上的联系 但是 这样的人道主义灾难性事件 在英国屡次出现 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一个简单的问题是 这些灾难性事件 为何总发生在英国 而不是别的欧美国家 这样的文章 大概也只有胡锡进 才能够写出来 真不愧是 中共环球时报的总编 果然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只是 这些灾难性的事件 岂止发生在英国呢 在美国这样的事情 也出现过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的9月3日 美国的媒体曾经报道 在8月11日的下午 美国圣地亚哥警方 接到了报警电话 说是发现了一辆银色宝马汽车 长时间停放在某地 后备箱中传出了不好的气味 弥漫了整条街区 警方后来打开了这辆车子的后备箱 发现了三具尸体 当地警方推断 他们是从墨西哥偷渡 进入美国圣地亚哥的 在路上被闷死 最终警方确认 死者是三位中国公民 其中两个人是母子 孩子年仅15岁 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掌握环球的信息 这条消息 他难道不知道吗 而且在过去的历史上 曾经有成千上万的百姓 死在前往香港的路上 海上 还有很多的藏民 冻死在逃往尼国尔印度的路上 那里很早就发生过 这样的人道主义灾难事件 只是和胡锡进不同 面对这样的灾难性事件 全世界的人恐怕都在问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 在拼死的向外逃跑 这一次 胡锡进应该向英国人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 要拼死往英国跑呢 这些偷渡者 为了想到达他们心中理想的地方 需要支付十几万 甚至二十几万人民币的高昂费用 他们因为家境贫寒 这笔钱经常需要借债才能应付 这些偷渡者绝大多数都是些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百姓 他们并没有什么专业技能 即使到了外国 也只能在一些中餐馆 甚至是在一些地下的血汗工厂非法打工 但是对于这些底层的人们来说 同样是辛苦的劳作 在外国的回报 比在他们的老家高出几倍 甚至十几倍 据一位灾难的幸存者说 尽管偷渡来时背上了高额的债务 但只要玩命的干两年 就能把钱还了 通过相关的案例可以知道 这些貌似偷渡的底层百姓 他们大多数都是抛妻别子 单身一人前往欧美国家 他们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能够受一点好的教育 让家庭过上宽裕一点的生活 甚至就是因为生存的压力 而貌似偷渡 2000年 英国多福港 在一个运输蔬菜的冷藏车内 发现了藏匿的60名中国人 其中58人已经死亡 只有两个人侥幸存活 这一次导致39人死亡的灾难营事件 几乎和19年前的这个多佛事件 如出一者 只是更加的悲惨 没有一个人能够得以幸存 这些不幸的偷渡者 不仅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还葬送了一家人的希望 甚至还可能给家庭带来一大笔债务 当年当地的法院审判多佛残的那些舌头的时候 谴责他们把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冷藏车内 这种运输是非人道的和危险的 还有报道说 当英国多佛的海关人员发现车内的尸体的时候 司机就站在旁边 没有显出任何的同情心 就是这个司机为了避免外界能够听到车厢内中国人的声音 他关闭了车厢的通风管 导致这58个人窒息而死 这些舌头们根本就不拿这些苦难的中国百姓当人看 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 当今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 后来经过英国警方的调查 确认多佛残这些死难者 全部都来自中国的福建省 那一年福建省的省长正是习近平 这些年来 中共当局一直在炫耀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 而中共当局举办的各种国际活动的奢华程度 早已是世界第一了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 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和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一较高下 唯独在民生问题上却甘居厚尽 中共的领导人在意的 只是国家整体的实力 为的是可以和世界上强权进行对抗 却丝毫也不顾忌数亿百姓他们的生活 实际上按照中共官方的数字 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只排在六十几名 而香港排在第十一名 台湾是第三十名 台湾的人均收入是大陆的两倍还多 中国人吃苦耐劳 中国的百姓收入却这样的低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共的独裁统治 抑制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使得中国百姓的努力都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最重要的问题是 中国还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 就这一点来说 人均收入根本就不能反映出中国底层百姓的真实情况 中国一方面有世界上最大的富豪群体 同时又有世界上最大的贫困人口群体 2016年中国的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3000元 只相当于400多美元 而国际贫困标准为一人一天两美元 中共当局制定的这个贫困线 只相当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标准的一半 按照这个标准 百姓连温饱都不能保证 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 中国的贫困人口可能高达数亿人 问题还在于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 用在教育民生福利上的比例 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 中国的底层百姓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 社会福利基本上和百姓无援 这在实际上又拉大了底层百姓和其他阶层的距离 加剧了底层百姓的苦难 这个国家拥有无数的财富 然而却不属于底层百姓 很多底层的百姓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 仅仅是活着而已 只是大多数贫困地区的百姓 并没有机会和条件偷渡到国外 只有像广东福建等地方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 才有大量的百姓有条件偷渡到国外 也就是说这些偷渡者并不是中国社会最贫困最无奈的群体 中国至少有几千万人要比这些偷渡者生活的更加艰难 相对于那些只能自生自灭的贫苦百姓 那些偷渡者无疑还是弱势群体中的强者 实际上面对中共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 想离开中国的人可能是那些偷渡者的千倍万倍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中共政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对国门的严密封锁 不知道该有多少人会偷渡到海外 那些死难的偷渡者他们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实际上这些年来 面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 相对这些底层百姓 一些拥有各种资本的成功人士 更是早已开始移民海外 如果说底层百姓更多的是因为物质贫困所迫 而不得不偷渡海外 那么那些成功人士 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生命安全 而不得不移民海外 只是无论是底层的百姓 还是各种成功人士 他们选择的目的地 却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们都选择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 他们都是在用脚来投票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前途 否定了中共的统治 否定了这个残暴的制度 更戳破了所谓的盛世的伪装 好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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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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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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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意